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世界上究竟有没有龙这种动物呢? 提到这个问题,有人可能会想到1934年发生的银口坠龙事件 据说当时神秘巨兽出现过两次 第一次,老百姓认为天降巨龙是吉祥之物 为了使困龙尽快上天,人们有的用尾洗给怪兽搭粮棚 有的挑水往怪兽身上浇,为的是避免怪物身体发干 直到银口持续40天大雨后,人们再次发现这只巨兽 不过这次发现只剩一具奇臭难闻的尸骸 虽说后来这件事得到科学家的澄清 但人们始终相信他们所看到的就是中国真龙 除了中国龙事件,日本的锐龙寺收藏着中国真龙标本 据说该标本是一名日本商人从香港农民手中买到的 后经过万代藤兵卫收藏一段时间,捐赠给日本大阪政府 该标本身长约一米左右 头上有脚,嘴边有长须,眼形巨大 只有三只爪,应该是水中蛟龙吧 后脚因退化短少,与蛇斑的背脊全身富有鳞片被涂满精漆 又经过防腐过程制成标本 与传说中的龙相比显然小了点,是一尾尚未长成熟的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